老虎的真实战斗力有多恐怖 都说烫头的打不过纹身的 在苗界也不例外 在同等体型下 狮子几乎不是老虎的对手 由于我们所见的老虎都是动物园的 各个样的飙飞体壮精神萎靡 过着吃春不愁 瞌睡泡早聊天的小日子 所以对老虎的恐怖没有什么概念 要知道它可是和我们祖先认为的 史上最强生物龙并列在一起的 老虎是一个全能的猎手 能跑能游能上树 能打能跳能rap 输了不会飞 其他技能点几乎点满 它们绑大妖云水桶药 成年的雄性体重超过500多斤 咬合力更是达到490公斤 嚣张只需一巴拉人也就差不多 力量也就一吨左右 而且老虎的爆发力还很强 奔跑时时速可达七八十公里每小时 冲刺能跳个八米远 就算躲在大象身上也能将你拍飞 很多人受影视剧的影响 觉得老虎不会上树 事实上很多是肉动物都能爬树 比如被猫咪欺负的笨熊 何况作为猫科中的王者 老虎的上树本领比猴还要快 你没撅屁股它就已经上去了 如果你在野外遇到一只成年虎 你只能祈祷它已经吃饱 或者叫它一生蝴蝶 触发虎毒不狮子技能 不然你都抵不了它一顿 这样呆呆的脑斧 省拿逗猫棒的你敢逗吗